法警部長 蔡委員長 部長今天宜蘭縣的漁船要到釣魚台去保釣 除了海巡署派出的海巡船去護漁之外 我們海軍的艦艇會不會今天下午也出動 保護我們這些漁船去釣魚台保釣呢 向委員做一個說明 因應今天的我們漁船要到釣魚台 以及海巡單位保護我們的漁船 昨天下午在國安會召集了一個相關的會議 律定各部會相關的任務 如何要保護我們漁民的安全 這個部分昨天在會議當中都律定相關的 我問你的是海軍的艦艇 包括紀德艦或者是拉法越艦 我們的海軍的戰力戰船會不會去保護我們的漁船 到釣魚台裡面去保釣會不會 我們的漁船我們的軍艦目前是要要繼續支援我們所有的海巡單位 包含其他的空中兵力在內 也就是說我們的海軍艦艇今天是待命 同時出動監控跟隨並且注意要保護我們的這些漁船到釣魚台去 是不是 我們在責任區裡面擔任這個支援的任務 也就是說我們艦艇應該會出動對不對 我們按照這個原來的徵巡任務 加強對這些執行海巡執行這個護漁的任務 我們會支持他支援他 我問的是我們海軍的艦艇會不會出動 你要拐彎莫甲 你講的大家都聽不清楚 護漁的工作是海巡任務 那是參謀長是不是 我看參謀長一直在點頭 我說海軍艦艇會不會出動去護漁到釣魚台裡面去幫助 我們這些漁船保釣 你一直點頭嗎 不是 是不是 可能委員 你請參謀長講一下 參謀長是不是 說一下 我也好 我是海軍事務部參謀長 是不是海軍艦艇會出動 導入這些漁船會不會 報委員第一個海軍 不管你的距離是多少啦 會不會出動艦艇 我們會依據整個狀況 我們跟海巡保持密切聯繫 我們會在相關的位置裡面保持兵力的申請 另外針對狀況我們有相關應應作為 我們依據狀況來採取相關的兵力的調配跟應用 好請坐我請部長 部長 我希望海軍艦艇應該要出動 應該配合海巡署 監控 跟隨 並且要注意發生的狀況 必要的時候 應該要展現 國軍海軍的戰力 保護釣魚台我們漁船在相關海域的這些漁權 我們必要的時候應該要展示我們的海軍戰力 現在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任何一項任務的執行 每一個單位都有它的分工 但是 部魚的工作 現在的分工不適合海軍單位 我告訴你海軍署它的船太小 盾位太小 火力不足 我要求的是你要去展示我們的國軍的一個戰力 保護釣魚台的決心 但是要避免衝突 造成緊張 另外也不要破壞台日關係 我們只要保護我們的漁權 我們這些漁業的這些權力 同時也要展示我們對釣魚台擁有的固有的主權 有尊嚴的光明磊落的不用畏畏縮說說 不用躲他們的這些海上示威隊 也不要怕引起中共的抗議 我們就大方的開到那個釣魚台的海域去 要有尊嚴 光明磊落 部長 委員的高見 我們一定會謹記 希望這一個高難度的工作 我們會提供國安委員 希望今天的遺傳 去保釣 能夠平安 一定會 另外 國防報告書裡面 告訴我們說 2020年 有媒體解讀說 中共的武力可以強大到 可以解放台灣 部長你要證實這樣的報導嗎 向委員報告 我特別強調 我們今天根據情資的宴判 必須要考慮到 這一個 我告訴你 如果我們現在的軍力繼續的萎縮 國防繼續的退化 不要說2020年 明天過後 中共就可以解放台灣 我為什麼要這麼講呢 老實說 我們現在目前國軍 有人批評 有人說是國軍最弱的時候 那國軍最弱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因為是敵掌我銷 除了 軍會大幅的萎縮之外 另外 我們的募兵非常的困窮 武器老舊 士氣低落 同時我們沒有忠心思想 那針對這幾點 再看到 人家中共的 航空母艦都已經下水服役 他們的飛彈持續的增加 看起來 我們那個 國防部的創新 不對稱 以小博大的這個戰略 國防戰略 我看起來是口號 自欺欺人 台灣的處境很危險 像這一次 我們的愛國者飛彈 送到美國去維修 三年啦 維修好啦 居然不送回來給我們 那也因為愛國者飛彈卡在美國 維修好了不送我們 也影響到我們其他的飛彈 譬如響尾蛇飛彈 第一火飛彈啦 天公啦 護仇澤啦 這些很多的飛彈都已經 服役都已經 差不多要受限了 他的壽命都快要到啦 準備還要再調整維修 送出去的拿不回來 想要送出去 所有的送不出去 那我們的飛彈戰力 我們的國王戰力 空王戰力怎麼辦呢 哈部長 這個委員可能對這個事情有誤會 我是媒體的報導 那麼詳實 我們看的真的很擔心 他那個可能有點 並不確實 所以我想請 後勤市長是 把剛才委員 你講你講 我要你講啦 不要別人講 好我講 這個問題是 主要是美方 有沒有這個狀況嘛 有嘛 愛國者飛彈三年 送不回來嘛 維修好啦送不回來 這個是事實啊 第一數量不是很多 第二 這個是根據美國的一個政策 在911之後 他政府的運輸部門 那個報紙有報你就不用講 我問你哈 我的懷疑是 現在已經解除了 你說要送回來嘛 他至少也拖了三年嘛 那我現在擔心的是 美國會不會因為 有美國智庫 向美國的國務院建議說 不要賣太精密的 這些戰備武器給台灣 因為會流到中共的手上 有美國智庫這麼建議啦 我擔心 這個 飛彈的維修 送出去送不回來 會不會因為有這樣的因素 馬英九政府的過度輕忠 造成了 飛彈上的 被卡住 第二個原因 美國會不會因為 飛彈的維修啊 要不要送回來 利用這個當成它的一個工具 一個籌碼 然後再脅迫台灣在某些政策上的讓步 包括像美牛這樣的議題 兩個可能性 有沒有可能 我想 別人對這個議題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委員一直在國防委員會那麼熟 非常了解整個運作的狀況 對我個人也有很多的指教 應該對這個問題 應該您不會有這種誤差的 我會啊 我現在去問我會啊 所以我有點要故意的 馬英九的輕忠政策造成 美國很多軍事專家智庫的疑慮啊 怕都把精密的武器賣給台灣 會不會留到中共的手上 這個確實是有啊 所以 委員應該不會判斷錯誤 這個 是 你怎麼會這樣 是 我 我對委員有信心啊 我知道我對你最沒有信心 是 我就怕你啊 不會不會 我就怕你啊 所以我要送你 送到來敷衍了事 敷衍故事 這個就不好 我希望啊 是 要把問題跟原因找出來 好不好 是是 為什麼會彈送出去 送不回來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我希望 美國跟台灣的軍事互信啊 不要因為過度的輕忠被破壞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把這個詳細的資料 提供您書面 OK 另外啊 我告訴你啦 台灣那謝秉熙啊 他去當華國的傭兵啊 他有台灣青年的冒險 兼人吃苦的精神 這個我們非常佩服 但是 不值得鼓勵啊 哈 他的精神我們嘉許 但是不值得鼓勵 我不鼓勵台灣的年輕人到外國去當傭兵 部長你呢 你鼓勵嗎 我非常支持委員的看法 委員很多看法都非常與人不同 跟其他委員也不太一樣 所以 那我們兩個人 我相同 支持您的看法 哈 你支持我的看法 台灣因爲那謝秉熙會到華國去當傭兵 有幾個原因啊 第一個是他為了理想 哈 第二個他是為了好玩 第三個他是為了錢 你認為他是哪一個 我根據報導上講說 他在高鐵工作的時候 受到一個瑞典的過程 我覺得他應該不是為了理想啦 理想沒有偉大到要去賣命啊 好玩也應該不會好玩到拿性命去開玩笑 我認為他是為了能多賺一點錢 他為了在他年輕的時候 有多一點履歷 有多一點歷練 來讓他去華國 最重要的目標還是多賺一桶金 所以你的目標會不會成功 其實跟謝秉熙啊 他的到華國當傭兵有一定的關係 我希望你把謝秉熙請來 當我們的國軍的顧問 他除了有實戰經驗 是中華民國現在唯一有實戰經驗的阿兵哥之外 他同時啊 可以給目標做很多參考 現在委員報告 我們曾經請過一位 一百零 美國一百零一式的一位護理的女兵 她當福安兵 因為她是台灣小孩 福安兵役以後 她到台灣來 我們國防醫學院 台灣小孩在美國成長 跟台灣英雅到華國去做傭兵 意義都不一樣 她在意義完全不 一樣的她的實戰經驗 就像林書豪說她是美國人是一樣的 謝秉熙啊 她是台灣英雅的土生土大 她去法國當傭兵 這個值得我們去探討她的心靈 她的心理 她的思想誠實 我覺得她如果是為了賺她的第一桶金 那這個可以提供給我們木兵志很多參考 木兵志為什麼會失敗 第一個 她未來的人生規劃 也就是說退府照顧啊 不夠周全 第二個就是你薪資太低 兩三萬塊 三萬塊 人家要來賺警察來這裡 要去做兵 人家要來賺警察啊 人家要去做兵 做兵比較危險 比較艱苦啊 做警察還可以矩矩矩矩矩 做到五十五個六十五個退休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那個木兵志要成功 把謝秉熙找來 跟他這個討論一下 研究他為什麼要去當法國傭兵 我要把委員 木兵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現在真兵志產生的問題 才必須要走向木兵 對啦 你的待遇太低嘛 我們會調整 待遇太低 然後你未來他的退府的照顧 退府的人生規劃 他當了四五年兵或者十年兵 他出來之後沒有一技之長 但是社會上沒有辦法生存 這個可能是影響木兵志很大的原因 我非常謝謝委員 剛才支持我的看法 就是說我們 你支持我的看法 不是我支持你的看法 你要吃我豆腐 不是不是 真兵發生的問題才好 謝秉熙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 你支持我的看法 我支持你的看法 我們今天動機人比較多 對你不能吃我的豆腐 沒有沒有 我提的都是非常好的建議 我們會參考 謝謝委員 謝謝